大家好,欢迎收睇三分钟视频 我是李国庆 武汉流感,经港股,体位减持,后低级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跌了260点,收报28,795点,成交有1,115亿 今天港股又再一次冲高回落 可以说在1月份以来已经是第三次了 反映出2.9000之上,或者2.9200左右 这些水平都是有点阻力的 还有几天就过年,农历新年又将至 再加上今天的题目,武汉流感,经港股 武汉流感突然又比较肆虐 所以就出现一些回落的迹象,都不出奇的 今天也说到,体位减持,后低级 港股既然大概在2.9000左右这些水平 可能是一个短途到中途的一个中计站 有机会是出现一些回吐下 但是只要不是大跌的话,中线仍然上望3万区 今年最乐观情况可以升到3万6000 这个看法是不变的,不会因为这些事件就影响到 但是短线,即是超短线,以至短线是有机会出现回落 如果你是已经持有太多货的,那你要可能在位减持 因为如果超短线的话,是有机会受到这些流感 或者过年之前莫力回吐的影响 短线都有机会受到影响 就视乎这个流感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比如说,现在最新是说到深圳确认有武汉流感 香港还未确认,如果来到香港的话 也都可能会影响市场跌得多些 最主要还有就是那个人,传染那里 现在有多少人呢? 在这个过去两天,即周末的时候 就新增了136个新型肺炎的新病例 令到的总数呢,就大增去到198件 198起这个案例了 哇!突然间这两天多了136件 那也都去到广东省的深圳,即是很近,我们在一河之隔 所以就引起了港股的一个比较大型的恐慌 比较害怕,所以就今天呢,其实冲高回落 之所以能够冲高呢,就是因为上个星期五 美股又再创历市新高 其实美股的走势很好 不过今晚,星期一晚,美国是优势的 所以今晚呢,没有美股,今天港股是自由行为 好了,那今天内地的股市都不差 那哦,内地股市就高收的,全日最高位收的 那香港大就比较自己会害怕 所以就要采取一些小心预防的措施 再说一次,是预防措施 不是说港股已经转势 仍然,我的看法仍然中线是看着3万 今年最乐观的情况下,可以升到3万6区 没变的,不过短线可能要做一些预防措施 有机会有些出现获利回吐也好 受到这些事件影响也好 好了,那说了这么多 究竟看什么位置呢? 看位减持后低级 看什么位置呢? 大家看途中这个恒生指数这个走势了 一月份以来呢 我们已经有三次这些冲高回落 高位震荡的了 第一次呢,是在这个1月3号 当时冲到最高呢 28883点 第二次,就是在这个1月14号 最高冲到29149 即是接近29150 今天呢,又冲破了这个高位 最高的时候呢 是去到29174 或者差少少 你当它29175 那接着呢,今天又是冲高回落 今天的情况呢 就是论走势来说呢 就差过之前那两次的 为什么呢? 技术上高呢 这一次呢,一回落 只是碰到之前那天阳烛的顶部少少 就是低过少少的 这一日呢 14号那天呢 是跌得曾经多些的 去到阳烛的一半 也都 后来又收回上去 都是呢 较之前那天呢 是低少少的 今天不同 今天是整支呢 穿头破脚的 不是乌云丐顶来的 今天是穿头破脚的 技术走势呢 是没有之前那两天那么乐观的 是要再采取一些呢 短期的预防措施的 那好了 预防措施就是哪一个呢 第一 A这个位 A这个位呢 就是15号的低位来的 最低的 当天是2619 那 所以A呢 就大概28,600区 如果收在旗下呢 超短线的 如果持仓太重货的 可能要减一些了 减一些 那这儿如果跌穿 收在旗下的话 你要小心是什么呢 小商顶嘛 是吧 那好了 第二个位呢 B位呢 就是原本我们认为 第一级支持的 后来现在呢 冲高了少少之后呢 今天那个第一级支持 改为28,600了 那这个短线支持呢 就是这个1月8号到9号之间的上升裂口 这个上升裂口呢 这个上升裂口呢 就大概在28,200 就是底部在28,200 如果exactly呢 就在这个1月8号的高位 是28,198.6 就是差1.4点 就是28,200 那那1.4毫给它啦 如果收在28,200之下 就是回补了这个上升裂口的话 当然啦 也是不好样啦 回补了 又未能收在其上 而收在其下的 那应该就是进一步减持啦 那但是呢 就是你这个都是短线的 再一级呢 就是这个 C这个位 就是27,857点 那大概就是27,800区啦 那这个位反而跌到下来呢 我就觉得 如果你之前那两两下减持了 去到27,800区呢 反而就是可以考虑呢 买些货 因为为什么呢 27,800区呢 其实就是你看到 这里都有个密集区嘛 是不是这里几天 打横走这个密集区呀 是不是 那这里下到27,800区呢 为什么那天有支持呢 就是这里 那当然啦 这个是说 就是说 疫情不是说太夸张啊 不是说影响得很紧要啊 就是你 就是明知 如果难道香港 就是遍地 就是 就是 很多人买东西的话 你都说就是 去到27,800区都买吗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正正常常 如果是害怕的而已 又患了病 但是有 就是有些个案 但是呢 又没有什么事的 就是没有说 人全人得很紧要啊 那你当然 之前的减货 可以在那里呢 可以却量想一下 可以增持 但是 如果是很严重的 当然就不要住了 所以这个有一个 condition 跟大家说了先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的话 那它可以回很多 才再升的 是不是 例如回百分之五十啊 或者三分之二 才再升的 事实上这段 升了这么多上来了 是不是 由十二月初的时候 两万六都不够 升了上来两万九 那你想一下 升了三千点 是不是 那不是说 如果很大件事 都是回这么少的 很大件事 就是回多些 但是初步现在来看呢 就是用这三级 就是AB两个可以是减持位 C呢 反而跌到下来 可以呢 就补回一些货的 好了 恒指 今天的走势是这样 各指其实都差不多 那我不重复一次了 那今天其实看内地股市 又不是那么差 虽然呢 就是现在说到香港就很害怕 那些流感个案 什么的 但是内地股市呢 就不是那么害怕 所以为什么我说 如果有回的话 就可以去到两万七千八 再买回補回 就是因为其实内地 又不是很害怕 内地呢 就今天都升 去到全日最高位收 就是三零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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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破了顶 收报一一一一一一五 就是破了顶 它继续都是上的 所以内地股市 没有什么事 而美股又没有什么事 美股 你看得到 上星期五 都是创新高的 历史新高收 所以如果在中美 没有什么事之下 港股这些跌 就是当它是一个 自己害怕的 所以下去 就是说 如果你跌穿AB 就减持了 C反而可以买回 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了 那今天 恒指成分股里面 两类股升得比较好 第一类就是医药股 一来就是那些大量采购的结果公布了 二来大家知道 流感就是炒医药股 医药股里面 恒指成分股里面 上个星期五就升了1093 射弱的 今天轮到1177 就领军升近4.9% 破了这个顶 近期高位破了上去 走势也都漂亮的 那这些股 也是了 如果回到12元之下 就比较吸引的水平 有机会进一步上升的 那另外第二类股 就是5G相关的股份 不过今天有些设备股 也炒得很紧要的 但是我们现在讲一些大一点 那些就稳定一点的股份 因为股市有点似回 是吧 但是稳定一点 就讲到这两个 就有些人讲这个 就气氛 讲笑这样讲 叫他们做蓝灯笼的 每次升到这些股市 就不多 不够了 的而且因为他们是落后股 第一个是中移动的 他今天就凌升3.7% 口上羊 突破了下降轨 这些就看你信不信扯 如果你是信扯 你就说蓝灯笼你不买 那就算了 因为这样 现在的股市都在回 是吧 如果你不信扯 走势真是挺漂亮的 突破了下降轨 裂口上升 如果他回回 今天充高回落的 回回低一点 68元之下 这个上升裂口 不要补了 反而是有机会 就是买入的机会 因为这个 照计这个突破裂口 之后有机会再上升 另外一只 中国电信 这只走势更加像一个头肩底 今天也是突破颈线 站在其上 论走势来看是挺漂亮的 不过都是那句 如果你担心它是蓝灯笼 那就算了 不要买 因为市场在回 将来都有很多机会 回了之后 有很多股份都可以买的 所以不急的话 等下 过完年可能更加多机会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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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